好,我們看第47題 這個題目說 有一個一樣跟45題一樣 是一個圓柱五題的問題 這個圓柱導體它一樣有攜帶電流 可是電流並不均勻 它是一個 它的電流密度是這樣一個函數關係 是跟距離R成正比 OK 越靠外面電流的密度越高 一樣的,要我們找到 要計算出R等於0 R等於1分之1跟R等於A 這三個地方的磁場 應該是多少 OK 好,同樣的 第一個問題說 R等於0 這個我們算都不用算 我們知道R等於0的話 基本上 我們的積分是 是0 所以我們的磁場一定是0 OK 因為你 用一下這個安培定律你就知道了 因為你 一個無窮小的一個環 圍繞著圓點的話 那麼圍繞出的電流幾乎是0的 OK 所以當然磁場也就是0 好 B呢 要問2分之A 2分之A 那我們的做法很簡單 我們就要計算 這個 用 我先畫一個圖 畫一個圖 這是整個A 對不對 整個 這是半徑A 那假如我們要算到R的地方 我們就畫一個安培環 這安培環的半徑假設是小R 那麼我們就要計算這個安培環 裡面所包住的這個電流的總量是多少 因為我們知道 安培定律告訴我們 B.DS 應該等於μ0 I in cross 這I in cross要先算出來 就在這個環裡面所包住的電流總量是多少 所以我們要透過積分來做 從這裡一直積積積到這個地方來 那麼積分的方法很簡單 我們要算了I in cross 就是做積分 做積分 積分的時候因為是電流密度 J要乘上DA 對不對 要乘上DA 面積 所以積分 J題目告訴我們是 A分之J0R 再乘上DA DA我們就用一環一環的 比如說這樣子的小環 兩個小環 這個小環的半徑 這個寬度是DR 半徑是R 對不對 所以就是2πR 2πR 2πRDR OK 但我們現在 這很多R你可以想像叫R'好了 然後積分是從0G到R 就是到這個半徑的所在 所以這個積分 所以這個積分 積分完了以後 會等於 A分之J0 2π提出來 R'的平方 DR' 所以是3分之1R'的3次方 0到R 所以這個拔再寫一遍 就會得到 A分之2πJ0 這個3 放到這裡 3分A 然後這邊呢 就變成R的3次方了 所以我們知道 I in close 是這個量 所以 我們可以 再把我們的B 到的DS B到的DS 我們知道電流 這樣流 這樣流 所以它的 磁場是繞著它轉 所以B跟DS的方向是相同的 所以我們就算B乘以DS 而且到處 到處的磁場都一樣大 對稱嘛 所以我們B 我們要算這個B到DS的時候呢 我們算這個B到DS的時候 B到處都一樣 DS就等於2πR DS的積分 就是一圈圓的圓周長 會等於μ0 I in close 已經算出來了 是等於3A分之2πJ0 R3次方 好 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算出B了 B就等於 把R消掉一次方 這個2π又消掉 標一下 2π 2π消掉 R去掉一次方 這邊剩下兩次方 所以 B就等於3A分之 μ0 J0 R的平方 我們得這個公式 OK 得這個公式 你再把2分之A R等於2分之A 帶進去這個公式裡面 你就得到 3A分之μ0 J0 2分之A的平方 帶進來 OK 這樣的話 你得到 你得到 最後的結果 是等於 1.0 乘以10的 -7次方 Tesla OK 好 如果 如果你這個R 帶A的話 你會得到 顯然 這個 呃 是 A是2分之A的 2倍 所以 平方化變成4倍 所以這個地方 就是4倍 4.0 乘以10的 -7次方 Tesla 這是C R等於A R等於A的時候 B等於這樣子 OK 好 把它寫上來 這是 1倍 4倍 OK 好 以上呢 就是這個 假如電流分佈 不均勻 是一個函數關係的時候 我們要把電流密度 處理一下 先把這個 先把這個結果 先推倒出來 好 放到這個地方來 也就是放到 這個地方來 μ0 i in cross 在這個地方 B2πR是 呃 線積分 封閉回路的線積分 安培定律的部分 好 好